今天上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总理主持 多位外国政要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 以及知名的专家学者友好人士媒体和工商界代表等外方嘉宾出席 与会中外嘉宾共约600人 今年大会后举行了午餐会 四场分论坛目前正在进行中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 利益高远 内涵丰富 贯通历史 现实和未来 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发出求同存异 同求共济 相互尊重彼此成就的时代强音 必将对推动各国同心协力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用几组数字简要概括 合作联合自强汇聚了强大合力 为国际秩序改革和完善贡献了历史智慧 二是深刻阐释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新的弘扬升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形式下 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和升华 这一理念立足于国与国命运交织修气与共的客观现实 树立了平等和共生的新典范 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开辟了和平和进步的新境界 着眼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 丰富了发展和安全的新实践 三是郑重提出共创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六大主张 面对和平还是战争 繁荣还是衰退 团结还是对抗的历史抉择 世界各国要坚持主权平等的原则 夯实相互尊重的基础 实现和平安全的愿景 汇聚共筑繁荣的动力 秉持公道正义的理念 展现开放包容的胸襟 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 不懈努力 四十机器倡导全球南方 共同做四大力量 中国与全球南方血脉相连 同声相应 习近平主席从世界整体发展的高度 倡导全球南方 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 携手共进 共同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 开放发展的中间力量 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 文明互建的促进力量 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 五是正式宣布支持全球南方合作的八项举措 习近平主席宣布支持全球南方合作的八项举措 涉及人才培训 青年交流 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 农业合作 数字经济 绿色生态等多个领域 中方将同各方一道 为全球南方的共同发展和团结合作 注入更强劲动力 中国始终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坚定倡导者 忠实实践者 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将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 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与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同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明天 感谢观看